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的2021年JUPS的檢查日期 我是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或者我們叫做商學院的講師,我是Thomas 今天我會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商學院旗下的一個運動與看樂管理和運動與電競運動管理的兩個課程 今天的環節大概45分鐘左右,我會分成幾個不同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會講一下我們商學院整體而言的一些課程的安排 或者是一些我們課同學在海外交流的機會 其次呢,第二個部分就是關於我們的課程內容 第三個部分,課程內容和一些我們本科會做的委託的機會 第三個部分,我今天邀請了一位EF3的同學仔 Joey,稍後會和大家介紹一下他在OU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這個項目裏讀了三年的經歷 假設大家在這個過程中有任何的疑問,或者有任何問題想聽多一點,想了解多一點的話 也歡迎大家在這個checkbox裡面打你的問題 我們的同事收到問題之後會發聲給我,我立即可以發聲給大家 事不宜遲,我們就正式開始今天這一場的 seminar 好,那 不知道大家在這個Drupalus Drupalus的過程中有什麼考慮呢? 其實在今時今日我們去考慮讀什麼科 其實你考慮的事情會比以前選中學或者讀小學的時候多很多 為什麼呢? 我們從小學到中學,還是從中學到大學 其實都是一個由不同學校的轉化過程 然而在我們讀大學之後,其實是由大學到工作的一個轉變過程 所以在你們去思考究竟我們將來要找什麼科 考慮就會有些不一樣 會加入了一些畢業之後僱主的元素 其實僱主看什麼是比較多的呢? 在現在的市場上面 原來僱主 你看到上面 其實在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sis 和Problem Solving Skills 第三就是Self Management 那個深藍色的棚棚這個位置 在僱主去請人的時候 其實他們考慮這三個元素是在增加的 就是說 究竟那個請回來的同學 能不能夠很獨立地 很理性地去處理一些問題呢? 能不能夠管理好自己的工作呢? OK? 所以我們看回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估計在2025年的時候 十個最重要的工作技巧 第一名其實就是 Analy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一些創新的思維 或者去批判 或者不要這麼批判 或者我們去改良一些 現有的思考的方法 另外Active Learn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我主動學習的 而且可以解決一些複雜性的問題 這幾個都是我們 在商學院裡面學習 希望帶給同學的一些技巧 那麼 除此以外 其實我們去找工作的時候 很重要就是有一份 我們屬於自己的CV 或者我們中文叫做履歷表 你可以幻想一下 你現在中學準備畢業的時候 其實除了說 我能夠寫到 我在哪間中學畢業之外 我還有什麼 技能或者什麼經驗 可以寫下去 Microsoft Office 可能我用Word來做功課 可能我用PowerPoint去做一些簡報 除此以外 我可能懂廣東話 英文普通話 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寫下去 令到你比起其他的競爭者 有不同的一些特色 或者特點可以讓職業 提升你的獲聘的機會 在畢業之後 其實我們都希望 除了說 中學 我們可以有大學的一個學歷 除此以外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職業 有些實習的機會 另外我們可能學一些不同的語言 在我們的課程中 我們加入了不同語言的元素 有不同的軟件的技巧 另外你也會有機會 去參加一些不同的訓練 或者有些比賽 一些海外交流的機會 待會後面我會再講多一點 在我們商學院的課程中 我們的program structure 其實 和其他院校很接近 一般來說 我們JUPS的同學 都會 修讀一個四年全日制的 學士學位課程 學士學位課程中 包含了不同的元素 包含了一些 我們說Integrated Curriculum 或者我們叫做Bot Discipline 所有讀不同科目的同學 包括你可能讀帳戶 可能讀Marketing 可能讀Sports 都會一起去讀的一些課程 去學習一些 Business Foundation 和一些不同的商業技巧 從而可以在不同科目的同學身上 亦都可以一起互相學習 一起去進步 其次 在你去到Year 3、Year 4的時候 會回去自己Business Concentration 的 course 即是甚麼意思 你可能讀Sport的 我們會讀一些Sport related的科目 讀Account的 你讀Management的 我們會讀一些 Account Management的科目 除此以外 我們商學院的一些課程特色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叫做 Go Below Immersion Program 一個橫跨四年的課程 在Year 1、2 你會學習不同的一些語言 和Year 3的Summer 會有一個兩星期的 一個海外交流 海外交流團的機會 另外Year 4 都會有一些活動 待會後面會再介紹 先講了Integrated Curriculum Integrated Curriculum 其實結合了四個五個 五個不同的元素 一些商業知識 合規管理 商業技能 聯課活動 創造價值等等 希望同學們 能夠在Integrated Curriculum 學到以下十個不同的元素 包括一些 business ecosystem 生態 不同的 legal issues 即合規的元素 或是entrepreneur 一些創業的元素 去做一些決定等等 而這2個 Integrated Curriculum 裏面有七個不同的元素 包括一些 accounting 包括一些 communication Creating value 不同的一些你去從事商業工作 必須要有的一些元素 都會包含在Integrated Curriculum 另外 在你讀的Integrated Curriculum 我們會提供一個 Milestone Tracker Mobile App 這個Milestone Tracker 的Mobile App 可以令到你 每時每刻 隨時隨地 都能夠 去檢視到自己 現在的學習進度 包括 包括我去到今時今刻 開始 我在這個Module 1 裡面 有多少分數 是不是已經完成了 所有的功課 的quiz 方便大家去檢視到自己的學習進度 同時 我們也會有一些 co-curricular 的learning activities 有不同科目的同學 一起去進行 包括一些induction dates interum camps 所謂picture form 的一些presentation 或者展覽 另外有一些 showcase dates 你去 展示一下自己的學習成果 我們回顧一下 在過去這兩年 由於 肺炎 肺炎 肺炎的疫情 其實 我們 很多同學 都 要zoom上課 所以 我們也安排了 back to campus day 或者一些 在疫情之前 我們有些interum camp 一起去 一天的day camp 我們去 學習不同的 team building的技巧 另外 你看到 bicture form 什麼來的 其實 你現在看到的 可能是一個 在 科學園 我們之前 在科學園 有試過 在不同的地方 也有試過 一些大型的 研討會 有請了不同的嘉賓 來介紹不同的商業知識 同時 你也會被安排 跟不同科目的同學 一起去做一些計劃 設計 演講 present 等等 去互相學習 在過去這兩年 由於疫情的關係 我們也繼續 繼續 bicture form 或是picture form 的傳統 我們轉了做virtual 好像有些post-up presentation 等等 第二個 我要介紹的 就是global immersion program 如果有留心聽的同學 就知道 global immersion program 其實是一個 橫跨四年學習的 一個 計劃 這個計劃裡面 其實包含了幾個主要元素 包括一些intercultural awareness 學習和不同文化 或者不同地方的人去溝通 另外會有一些 business executive development 有一些career的發展 另外 最重要的主打 就是有一個 兩個星期的overseas study tour 去達致到一些 我們叫做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 我們有一些 特意 或者是希望大家 學習到的東西 第一 global的business mindset 我們是一個環球的 商業觀 我們可以扩闊到我們的視野 去世界不同的角落 第二 一些soft skills 什麼是soft skills 假設我們從事市場學的活動 我知道一些市場學的理論 或者知識 那些是hard skills 我學回來的 soft skills 可能是和人相處的技巧 和人溝通的技巧 這些是我們要在日常生活 或者實際操作裡面 才學到的東西 第三 一個unique的learning experience 和其他院校有些不一樣 為什麼呢 我們希望同學可以透過一些實際的活動 可以有機會去apply到你學了的一些知識 從而有一個比較獨立的學習的經驗 在一年一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提供一些不同的語言 學習不同的語言 暫時我們現在都會有日韓、法國、法文、韓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課堂 去到year3 除了剛才所說的兩個星期的overseas study tour之外 我們亦都安排了Dell Caligage 中文我們香港通常會譯卡內機的一些商業訓練的課程 不知道什麼是卡內機 不要緊的 你可以上網搜尋Dell Caligage 或者去一些書局 你都會看到卡內機的一些商業溝通技巧的書籍 去到year4 繼續會有seminar或training 同時也會有hacker form 類似我們剛才說的bitcher form 類似的一些大型研討會 剛才提過 year1、2會學一些語言的技巧 或者一些文化的seminar year3 兩個星期的overseas study tour 有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 視乎你是讀什麼科 例如我們之前sport的同學 去了英國 做了兩個星期的study tour 在學校或大學 去跟別人的同學交流 也會有company visit 每個同學最少guarantee 會有6000元的subsidies 當然了 你可能成績好些 有不同的原因 也會有更多的subsidies 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看到 我也數不到幾個國家 暫時有12個國家 有19個partnership的大學 會跟我們合作 用sport的例子 剛才我提過有英國 除此以外 我們也會有西班牙 有看足球的同學 可能會見過La Liga 這個字 沒錯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經常看西班牙 甲組聯賽旗下 搞的一個商學院 我們也會安排一些 合作或者參觀等等的部分 好 剛才提過 6000元的guarantee subsidies 所謂All students joining GIP 在這個活動裡 最少會有6000元 當然 剛才我提過 不同的理由 或者不同的 特別的同學 都會有 一些特別的subsidies 包括什麼 成績很厲害的 你可能有些 或是non-academic的merits 你做得很好 包括 可能你運動成績很好 一些音樂成績很好 你讀書成績很好 可能會有 student award 會贊助你一半的 expenses 另外會有一些 ritching out award 或者是go through the award 都是 視乎你那個學術 或者是非學術的成就 有不同的sponsorship 另外 嘉莉 means tested 可能是中學同學 未必那麼熟悉 到大學的時候 你會見到means 以及一些 我們叫做入息審查 通過了入息審查之後 亦都會有一些不同的sponsorship 可以給予大家 到year 3、year 4 除了剛才說的 overseas tour之外 亦都會有不同的career development seminar 去請不同的嘉賓去做一些分享 從而給大家有機會去接觸一下不同的 一些presentation skill 或者是 和不同人溝通合作等等 year 4 hacker form 其實是一個大型的研討會 去結合year 1、2、3學過的事情 和不同科目的人合作 一起去 我們叫做tackle一些商業的問題 或者是創造一些新的商業的思維出來的 好的 care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在我們商業院裏面 除了課程之外 其實亦都會有一些 在curriculum以外的活動 可以給予大家 例如第一個叫做A-team development program A-team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我們有一些同學會接受一些特別的訓練 可能會有 一些 博士建設 或者是一些商業的訓練 或者是一些 一些 個人成長的訓練 會從而令到他 可以更加自信 或者是 有更多的一些發展的機會 每個A-team的同學 都會提供一些 社會上的成功人士做mentor 去給多些不同的 一些支持 或者一些實際的商業的機會 商業的意見 另外 A-team的同學也都會去參加 不同類型的一些商業的比賽 去爭奪使用 除此之外 Kareer Head Start Program 是一個 由去年開始 我們暑期的 夏季合作的機會 每個同學都可以報名 通過了 學校的 interview 和商業機構的 interview 之後 每個同學都可以在 各樣機構做兩個月的 interview 而每個月 學校會有 有8,000元的津貼給同學 不同科目都有 待會後面我會再講 多些 究竟我們sport的同學 去了哪裏 現在很多外國的商業公司 都會透過LinkedIn去聘請人 我們會教同學去怎樣使用 另外LinkedIn裡面 會有一些訓練程式 亦都可以免費使用 剛才講過Dell Kalakish 一些商業的訓練 Leadership 溝通技巧等等 Golden Key Club Golden Key Indonational Honor Society 其實是香港的第一間學校 另外 我們優秀的同學 都會有Lifetime Membership Fee 贊助 好了 回到正題 相信很多同學 在這個時間 進來 都主要想了解一下 究竟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的program 在商學院 究竟這個program 是怎樣做的 好的 好了 介紹一下現在 我們在商學院裡面 其實有兩個sport related program 一個叫做bachelors of sports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with honors 另外一個是bachelors of BA with honors i.in sports and e-sports management 簡單而言 可能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可能見得比較多些 而sports and e-sports management 其實是全香港第一個 以e-sports為主題的一個 學士學位課程 兩個課程 那個pattern或者那個步伐其實很接近的 都是完成160個credit 在四年裡完成160個credit的課程 而year 1 year 2 剛才提及過 會接受每年會有40個credit 的integrated business course 或者我們剛才說integrated curriculum 的課程 year 3 會開始一些sport related course 而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的課程 即是第一個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其實在year 2 就已經開始會有一些sport related courses 去讀的了 year 4 就會繼續會有一些recreation 或者sport and recreation的課程 同時會有一個work based learning project 或者是我們叫做 一些in class internship的機會 那修復四年的課程之後 就會有一個可以拿到相應的一個 degree 我們都建議 其實現在我們有第三屆同學畢業 今年是第三屆 我們的同學畢業之後 都可以去從事不同的工作崗位 包括一些NGO 一些體育總會 一些sport and recreation club 一些可能是我們叫做clubhouse 政府部門 一些體育機構 或者fitness room等等 亦都之前有些畢業生會去創業 例如自己開的一些健身室 健身的studio 有些教跳舞的studio等等 亦都很廣泛的 剛才我們提及過 其實在課程中 會有一些internship的機會 你看到現在 這裡其實是我們一部份的 一些industry partner 在課程中 會提供的一些internship的機會 在你這一課的時候 我們會安排大家 去不同的機構去做實習 另外 在career Hustle Program 即暑假 我們剛才說八千元贊助 每個月 做兩個月的 課程中 亦都會有一些全職的 一些實習的機會 去給同學 例如今年sport 會有一些clubhouse 會有一些總會等等 另外eSport 我們今年有同學去到CGA 在旺角麥花省的電競館 有同學去到電競總會 亦都是一些 我們跟那個行業 直接掛勾的一些 或者我們叫做 領頭的一些機構 同時地 我們的課程獲得一些認證 在AA AASFP 亞洲運動及體式能 專業學院 讀完我們的課程之後 可以去上一個 我們叫高級 私人健身教練的課程 我們有一些項目 可以做到 除了 另外 在香港體育學院 沙田那個 香港教育培訓委員會 當中 我們可以直接去做到一個 Level 3 的運動通論過程的 認證豁免 事不宜遲 到這裏 也有些時間 今天邀請了 一個同學分享 Joey 你在這裡嗎? 我們今天很高興 邀請了一個 一位孟生日和應景觀 程教育培訓委員會 的同學 賴仲兒 Joey Joey 你不如介紹一下自己 好嗎? 好 我是在讀 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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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位孟生 我自己本身 為什麼挑選這課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 從小學開始 都有玩一些運動 然後也對Sport這個範疇的事情也很有興趣 我本身是很喜歡擺柯的一個人 我中學也有選擇 之後我就覺得Sport這件事 其實跟擺柯 就是一些人體的心理學 或者解剖方面的東西 都息息相關的 那就是例如你弄傷 你知道自己是誰弄傷 對你維持著如何繼續在這個行業發展 其實也有些幫助的 那你自己本身是開玩樂運動的? 是的 我看到你的照片有去打籃球、跆拳道 除此以外 我想很多同學對於我們這個 program 都經常會有一個疑問的 我們需不需要玩很厲害才可以讀這個課程的呢? 其實也不用的 因為我們這個 course 其實有 year 1 entry 和 year 3 entry 就是可能 year 3 entry 就是 可能有些同學是副學士 阿蘇畢業之後再接駁上來的 那我都看到有些其實是自己本身沒有玩運動的 就是可能他們本身是讀一些 management 方面的課程 那些類的東西吧 是的 那但是他們可能對運動這個 就是在運動方面有些 management 的東西的 industry 都有些興趣 那他們都會選這一課 就不用一定說我小時候要很厲害很厲害運動才可以的 那老實說我本身我自己的人運動也不是真的很厲害而已 就是 只是玩一下而已 OK 就是說其實 只要對運動是有興趣的 其實都會適合讀這個課程的 嗯 OK 好 剛剛我們介紹了很多不同的 就是可能 year 1 year 2 裡面會做的事情 OK 你會不會有多一點實際的經驗 其實你 year 1 year 2 你做過什麼可以告訴你的同學 嗯 那我們通常 year 1 year 2 的時候 都會有些比較 business 或者 management 科的涉領 那 year 1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運動 就是 sport related 的科 但是我們也可以學到很多 business 的 basic 就是例如 那些 就是可能有同學 中學有讀 econ BA 那些都有 知道有關一些 可能 accounting T table 那些 或者是 opportunity cost 那些 比較經濟有關的知識 那就會可以幫我們鞏固回 可能我自己本身中學沒有讀 econ BA 那些的 我上來的時候我就知道 我原來是這樣 原來我們開一間 或者營運 或者成為一個職員 去面對這些 business 方面的事情 原來要有這些 concept 可能要有這些知識 才可以幫到整間公司 可以怎樣運作得好些 OK 剛剛其實 Joey 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原來我們看到街邊很多店 很多不同的公司 原來那些公司不是說開一開的 其實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知識 我們都需要 剛才可能提到一些帳戶 帳戶 帳戶很重要的 其實 你究竟是賺錢還是虧錢 其實都是帳戶告訴你 一些市場的技巧 即是你怎樣去宣傳 你的定位是甚麼 一些公關 可能是怎樣去做公關等等 都很重要 在year 1 2的時候 正如剛剛 Joey 所說 可能是anatomy 對physiology 運動生理學 都有些興趣 或者是比較有興趣的 那麼 在我們這個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的 program 裡面 其實 有沒有一些 module 是跟這類型的東西相關 而你又有興趣的呢? 都有的 例如我 year 3 即是今年 這個學年學了的東西 那就是 是 是 有關一些 就是 可能是一些 特別的問題 在奧布那裡 那 他們可能會有些甚麼情況 例如 哮喘 糖尿病 或者一些 有關心臟病 即是可能你中過風 那 我們身為這個行業的時候 即是我們將來畢業之後 有機會去一些 健康中心 或者剛才阿sir 也有說一些非謀利的機構 可能是 就是 都是會做一些有關 一些參與者 可能會做一些運動的 方面的活動的時候 那麼 其實我們這個位置 我們都是需要留意 一些參與者 他們身體的情況 即可能 將來做一些 一些 Finnab Center的 教練的時候 當我們不知道 我們的客人有些甚麼 身體的情況 我們 在面對到不同的突發情況 我們都要做些甚麼 我們要怎樣處理 都會有關 都會涉獵到 還有 年3 今年 其實我們都讀了一些 有關 運動的 психology 方面的事情 例如 可能你看到 你的參與 你的客人 他們可能 咦?為什麼今天會 這樣的呢? 就是 瘦眉苦臉 那你都可能 會 要了解一下 他的情況 也都 透過這些行動 你都可以知道 還有 跟客人可以相處得好些 令你做的 會 順利一些 嗯 嗯 其實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可能運動員 場上的表現 其實 是 信息萬變的 除了 他當天的狀態 好不好 其實跟 剛才我們說 一些 運動科技 有關 他訓練得不合理 同時 其實 心理也很重要 到時他緊不緊張 或者是 可能 昨天看球 他支持愛隊 輸了球 可能有些不開心 也會影響他的運動表現 那 你覺得 讀完之後 是不是對你分析運動員 或者了解運動員 有多一些的認識呢? 也一定會 因為 就算是我們 以前自己做運動員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狀況 我們的隊友也可能有不同的狀況 但是當你身為教練 或者參與旁觀者的身份的時候 可能你 如果還沒讀的時候 就說 為什麼你這樣 你平時不是這樣的 你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當讀完一些關於 患者的 就是有些患者的知識的時候 可能就會 哦 哦 原來 你遇到一些事情 你可能面臨著一些不同的情況 令到你今天的表現 可能 掉落了 這樣 嗯 明白 明白 好了 那不如我們又講一下一些實際工作的經驗 就是 我好像也知道 其實你在這幾年裡面 都有出去 就是可能在課學行也好 或者代表學校也好 就是可能都去一些不同的非毛利機構 去做過一些服務的 可不可以講一下 分享一下 那個經驗 好 那我有一次就 跟著阿sir 去一個狼人中心那裡帶一些活動 那 為什麼要去呢 其實 是因為 這一行其實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對象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特別的群人 那 剛好這一次就有機會 可以去到一個狼人中心 也叫做一個香港 來近一個越來越大的特別的群人 除了 在這個活動裡面 除了可以知道 他們平時會做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 願意去一個狼人中心 這樣去 用一些時間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可以 透過這個活動可以增強到我們的 溝通技巧 因為我們 說真的 我們周圍的朋友其實都是 跟我們差不多年齡 我們很少會接觸到一些 比我們大可能幾十歲的老人家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樣去知道 多一點關於他們這一輩的事 OK 其實剛才 Joey其實帶出了一個很好的訊號 就是 人口老化 其實在香港 以至世界不同的國家 也有出現一個情況 當然 當然 你說我們的課程是否很專注在特殊人口 其實未必 但是 我們希望 在課程裡面 你學到不同的資訊 可以 確闊到大家的視野 可能 有些跟兒子比較喜歡跟小朋友相處 可能會有一些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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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可能會喜歡跟老人家溝通 聊天 我們會有年齡的課程 有些可能 我們都會提及一下 一些跟隱藏人士 一些工作要注意的地方 剛才也說過 可能有心臟病 或者是 烤串臘 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些什麼 其實這個 對於大家 人口的工作 其實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他們的特別的地方 或者是 有什麼特色的時候 都要工作 或者要安排一些活動的時候 就未必可以做得很精準 好了 那麼Joey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其實你們在去老人中心的活動裡面 其實你們做了一些事情嗎? 嗯 我們那天去老人中心 基本上就是跟老人家做一些 可能伸展的運動 為什麼呢? 他們平時在家裡 可能沒有時間 也沒有空間 給他們去伸展 或者就算他們可以有這個空間去做 可能自己一個 可能有一些獨居老人的嘛 他們在家裡 這樣做一些 自己都不肯定自己做不做得到的動作的時候 他們可能有機會受傷 受傷的時候也都 未必會有人馬上知道 就可以盡快得到一個應有的照顧 所以在這個老人中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他們一起做一些 他們不肯定自己做不做得到的身子運動 而且他們也可以跟他們的一班好朋友一起做 其實他們可以知道他們現在的能力去到哪裡 他們可以做到什麼運動 令到他們可能已經一些退化了的關節 或者筋骨可以舒緩 動一下 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做 也是一個很開心的一件事 嗯,OK 除了可能有了這次老人中心的工作經驗之後 你接下來會升年四 剛才我們提到的 有個工作基因學習項目 你可能今次 體驗過一些老人中心 或者一些老人方面的工作 你接下來這次 你有打算 想試一下什麼的實習機會呢? 尤其是那個範疇呢? 嗯,上市的範疇呢? 其實我個人本身很喜歡小朋友的 再加上我再之前小時候 我也有幫過一些籃球教練的 一些教練,一些弱智的機構 去教一些中度弱智的參加者 其實他們的思想和小朋友是相對相似的 他們是一個小朋友的思想 亦都和我很喜歡小朋友這件事 其實也不可以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我都會明白為什麼他們會這樣想 還有當他們做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的成功感是大到... 大到怎樣? 好像你考試拿100分那樣 當我見到他們這麼開心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成功感也會很大 還有他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情況 就是可能我有狂躁症的 但是當我成功了做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開心 就是我會... 怎麼說呢? 看到他們很開心的情況就... 令到我成功感很大 明白,明白 好,那時間... 我想我們今天的教堂已經到了尾聲了 在完結之前,我想問問Joey 有沒有一些簡短的說話 和我們現在還在考慮會不會去讀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或者Sport and e-sport management program的同學 去幫助他們 或者你過來人的意見 即是過來人的經驗給他們一些意見呢?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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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意一下... 課程其實就是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其實它是兩方面的範疇都有涉獵的 就是不要想著只會有Sport的科目 或者只有管理的科目 那如果你選擇了這一科目的話 你就要... 就要準備好 其實你在兩方面的範疇或者知識 都會有一點要知道的事情 嗯... OK 技術上來說 其實是三方面 因為我們商業那邊 都佔了一個很大的比重 即是我們... 其實叫做... 好像一個頂一樣 我們有三隻腳的 Sport Recreation 同時我們也會有商業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所以在大家去思考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多一點 可以全面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選擇一個 對心水的一個課程 今天就多謝Joey的分享 我想... 我們也希望... 九月的時候可以再見到大家 來到我們的課程當中 今天就多謝大家的收看 在完結之前 想問一下在場的同學 或者在場收聽的觀眾 有沒有問題想問我 或者想問問Joey的 可以在這個時候提出 我們可以嘗試去溝通一下 未想到問題也不要緊要的 如果大家想到有什麼問題也歡迎大家 或者之後有問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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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同學之後還有問題也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不過今天就... 因為... 下一場又... 差不多了 好啊... 沒有問題 那... 我想我們今天的環節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問題 也歡迎大家發電郵 或者打電話 去我們商學院 去處理好嗎 好啊... 查詢回 那麼... 在這個 chat room 裡面 我們也看到有個 e-mail address bao-admissions at ouak.edu.hk 歡迎大家把你的問題 發電郵到我們的 e-mail 裡面 我們嘗試去解答 好啊...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想今天的環節到這裡了 那麼我時間交給 敏同事 Thank you